那么下面呢 是什么 就是宗教 这个宗教是顺其志 这个高潮一点的哈 父母 志愿 希望 望什么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读到 读到你大学的很不简单的 他省吃减凿 到了现在 在你们身上教育费 生活费 一些的家费 在你们身上花了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投资这么多 这么多将你 将你干什么 读到大学的 将你出人头地 将人将来很有出息 很有前途 很有前途 做一个领导阶层 哎呀 在做老师 做教授 做什么县长 做什么官 做什么董事长 做什么领导 他是决定这么希望 希望你给他争光 你就埋伏苦干 十年有成 当然配合我们理想 也配合我们的命运 近人四耳听天命 是二十五岁 到了三十五岁 我做了经理了 四十五岁 我做董事长了 都很好了 就叫 就叫做中校 就叫中校顺其志 那么还有这个大校呢 就是更高超一点 欲亲欲道 父母做着好事 修桥补路 救济贫困 这都是好事 我们就赞同 帮助他 不能够反对他 叫他有善德 有好的名誉 那么父母有时候 想不开做点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 赎人力极了 不讲理 很凶了 很不讲理 就无理取闹了 你知道的话 你好好的 哎呀 好好的 给他讲了 给他说 给他求他 甚至于有时候 父母糊涂了 哎呀 想倒人两千万 都糟糕了 你赶快就劝他说 他不听你跪他 你抱着你哭 哭到一个程度 哎呀 我的孩子这么深名大义 我何必呢 我倒人家两千万 他不是为了他吗 不要不要不要了 完事了 就不要倒了 还给人家 这个时候 你是大笑啊 你叫他有德性啊 你不管他 好好倒倒 还给我买一顿房子 我也很舒服 将来怎么样 你住人家的房子 倒在的房子 你一住 父母溜了三年回来了 你糟糕 一辈子都 胎皮头来了 这个头胎不起来呀 你在前面的后边 这个孩子没有出息 他住的房子 倒人家钱 就爸爸 做这个缺德的事 这个孩子没有什么 不要理他 糟糕了 所以这一辈子 没有白 就白来了 所以要小心 注意父母 有德性 我们光荣 他施德 我们就跟着施糟糕 也要注意 最重要的话 欲擒 欲擒 要请父母来求道 你们承认 道真 你这天命真 你们应该真心 孝顺父母 赶快度父母求道 父母不求道 我们痛苦呢 父母慢慢老 老到一个程度 招不保弃 那么将来死了 还见人家 人家人王 六道轮回 我们是不甘愿的 赶快度父母求道 他不求道 你给他说 给他 请允宝师 讲说给他度他 赶快度来求道 而是进一步开班 我们也老人班 中年班 台语话班 客家话班 到日本 还有日文班 到美国 有英文班 什么班都有 我们都可以叫他参加 这样 懂不懂 下边是什么呢 就是大大校 这个大大校 是最高超度 最高 最上扬的 最上扬的 就是什么 就是立身行道 阳明以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中也 我们立志向 志在道 志在道场 志在给师父 师母布得 给自己配得 给父母配得 就要怎么样 戴天宣化 替佛学人 讲道德 说人意 立志向做讲师 做到那个程度 你才可以 公元国满 父母就可以称仙 你称仙 父母就是称仙 现在称仙 不过是困难 很简单 你只要修道 半道一辈子 就可以称仙 那你就是 你就是阳明城 选父母 父母跟你一起称仙 就称道 那是最大的效 就是都要修道 半道 替天行道 都可以 那么现在 时间的观众 我都讲了劲 好的 好 大家再继续称仲 好 好 感谢观看